《秦朗 Sonic Tu's dance work》 《修復保存不是除旧不新》 而是一件老的作品 一件老的 藝術性的作品 你要怎麼樣讓它能夠 在它現在的狀況下 安定的保存 然後它又能夠反映它過去 這一段歷史的生活背景 紫外線主要是讓我們判定它 是不是有經過重修 比如說有後人的補財 透過紫外線 它不同的螢光反映 是可以反映出來的 紅外線它對碳的反映會比較大 所以透過紫外線 我們比如說一些墨鎬啊 什麼我們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在這個案例裡面 它的木上採非常的多 這個是早期台灣的一般的名家裡面 算是非常豪華的一個建築 它是從跟黑炭濃乳嗎 還有跟泥板 這些都是不熟的 木上彩繪才是一個 真正代表那個時代 那個社會 甚至這個家族的精神的傳承的重點 如果它是有木上彩的話 我們一定要全力的搶救保存下來 絕對 剪刀這裡 然後放在這裡 現在它會保持很多汁 所以 在我手上 它會保持柔軟的 它會保持柔軟的 我們不必在它的表面做太多的修飾 它原來的美 它原來的蒸的部分 我們把它很完整的保存起來 就是我們的目標 剛剛我們聽到家族他們希望能夠與時俱進 也就是說這個沐上彩 它隨著時間的這個歷史的滄桑感 他們也希望保存 我們覺得非常的好 所有參與的人都覺得一個非常榮譽 非常覺得光榮的就是說 這個企業對於他的家鄉的一種回饋 還有對他的整個家族的歷史的一個紀念 我們覺得是一個在台灣社會上 非常珍貴的一個案例 MING PAO CANADA